他們一個可以說到政治 這些真是浪費狗氣 所以我要講一下 曾俊華 昨天我沒有機會講 曾俊華昨天在Facebook寫了一篇文 他講很多東西 他主要是講紅線問題 我覺得這篇文章 他人是否沒有變過 還活在舊香港那裡 最近 他跟卡塔爾皇室 皇室家族的辦公室 有人負責人問他 有家族辦人問他 是否想拗生意 是否想開家族辦人 他是管理資產和投資的負責人 他的辦公室 設在多夏 這麼多年來都沒有投資過亞洲市場 最近有點心癢 想來看一看 最近開始考慮 來香港投資的可能性 故意來看看 找他 為何找他不找陳茂波 為何找前財長不找現在 這個新財長不找波叔 因為波叔不認識 波叔不認識 見面的時候 他問了很多問題 問到我都不懂得回答 例如他問到 既然一國兩制 繼續實施資本主義 對香港這麼重要 為何不索性宣布一國兩制 是永久實施 不用再有2047這個期限 最近都有人這樣寫 尖啤不是寫了一篇文 尖啤也寫了一篇文 2047好再續期 為何要做什麼 你做現在的一國兩制 跟你拼進去大灣區 都沒有什麼分別 又是個上榜自由 現在不是說中港融合嗎 還說2047續期 即是我的一廂情願 總是說續不續期 話變就變 真的跟你說2047 就一足都不動嗎 你真的還在發夢 不過所以他不懂回答 所以他不懂回答 那他也很近 他也不想回答 過去很多投資者 都問過他同一個問題 邏輯上 講邏輯而已 我是認同這個想法的 希望國家可以從 銷利外奸對香港未來定位的疑慮上 做策略上的考慮 策略上的考慮 策略上的考慮 就是先騙著你 基本法 寫50條至52條 或者跟你答應你 上普選 都是策略上的考慮 策略上的考慮 就是做賊的考慮 這個純粹是先騙著你 先騙著你 引軍入岸的策略考慮 然後我也嘗試和這個負責人 講一下香港有什麼優勢 解釋一下 例如這裡有自由兌換貨幣 沒有資產增值信和遺產稅 這些東西 不過這些東西 對於中東國家來說 低稅率不是什麼誘因 因為他們 當地的利得稅和個人入息稅 基本上都是零 所以我覺得 這個是不是 兜個圈來串勾陳茂波 串勾現在特區政府這些人 其實就是背定了一堆 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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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定了一些 基本答案 去答你 都不用腦 無論如何都好 希望這次會有夏文 哇 你現在波叔 其實為什麼你不說 其實你如果有這個家族辦找你的話 你是不是應該叫他找 那個 那個 財富局 那個 許正宇 你找許正宇 你找我做什麼 是不是 我退休了 我退休了 我有空跟曾蔭權去看球 現在香港的前景 不是很明朗的 但是你說我太樂觀也好 不認輸也好 我也覺得香港還可以搞的 搞什麼 搞夜繽紛 還是搞無人機 前幾天 我和來了香港的經濟學家 Steven Roach OK 和羅琪一起T 最後一塊 哇 你這樣說 又得罪葉劉 葉劉爭那些 你就去找 打從曾蔭權做特首的時候 我就開始已經認識 羅琪的了 他還應邀出席了經濟機遇委員會的成員 是啊 經濟機遇委員會 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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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份建議香港推動六大產業的 我們都不若而同認為 香港必須要繼續成為一個不一樣的中國城市 哦 羅琪早兩天 在FCC講過 同樣的說話 原來就是 曾俊華跟你說 但是這些是舊精英的思維 我們經常說 新的那班不是這樣想的 OK 羅琪說的那些 有些很響意的說話 有沒有得到你 曾俊華認同呢 你這樣說的時候 包括有些很響意的 就是說 香港人應該影於出 勇於發聲 就算是中央不合聽的 聽到很不舒服的 你都要講 有啊 講了 他現在就算講了 那如果香港呢 可以繼續成為 中國獨一無疑的金融中心 這個不單止是好 對國家有好處 啊 只不過 令香港維持這個地位 而不再被人說是維持 講到底 都是要重建大家這個信心 對這個地方的信心 例如 最重要 入氣肉 就是說法律的紅線 令大家不用擔心 擔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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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擔心了才就知道 神耀遜那些 開到口 其實他是封了那道門的 擔心了 令大家不用再擔心 就是在發夢 動一下就犯這個法 動一下或者犯那個法 不過你這樣說 就真的令到 李家超 比如說這個律政司 他們等人 都很不高興 就是說我們這條紅線飄移 就是香港的人字 不是法字 什麼叫動一下犯這個法 動一下犯那個法 不過這個又不是他 第一個說的 謝偉俊就害怕 謝偉俊 作為律師 他都不知道 他自己會不會犯法 哦 他還回覆他的Facebook 他自己刪鋪 他自己把那些敏感鋪全部刪鋪 然後說 當國際社會恢復到香港的信心之後 我們就應該加強對外宣傳 現在不是時候宣傳嗎 應該宣傳國安法對香港 帶來穩定 香港不再怕 有動盪的場面 放心投資 一向是特區政府的說法 其實就是兩面不是人 所以說 國安法之後 你不能當中間派 那時候 田兆 就是一廂情願 搞了一枝東西 叫什麼希望聯盟 希望他去哪裡 沒有希望聯盟 是不是香港已經沒有希望 他不是拍 胡蘇生多年 就是拍了田兆仔去搞的 都還是想走一套中間的理性路線 那你是理性的時候 那工聯會就不理性了 你只是說工聯會不理性 工聯會是賭米 你敢不敢說他賭米 但是工聯會就是賭米 他也不介意你說他賭米 是啊 他反過來 他也會說他不賭米 才行 是不是 然後爭取多些國際航線 飛來香港 多些國際船隻公司 來停泊我們的碼頭 國什麼製成 什麼船泊 什麼公司 什麼航運 物流 人家寧願去南沙 人家寧願去蛇口 你先解釋為什麼 好 當這些香港經濟的主要命脈 恢復元氣 自自然而要帶動經濟 否則只做些微調 小收小補 作用是有限的 然後羅琪送了他兩年前出的作品 Accidental Conflict 給我 即是意外的衝突 意外衝突 這本書裡面是講 中美兩國的衝突升級 帶來災難性的影響 而香港恰恰 身處兩國國力場的正宗位置 自然就會成為受壓的一方 我們唯有希望 國家可以給多些空間給香港 讓我們可以和這個漩渦 保持一定 曬救 那你只講這句話 我才覺得你笨 你是不是真的還在做夢 喂 現在香港 不是說可以保持距離 他要你表忠 你就是你和習近平握手握猛了你 以前是 他要做的 就是測試 剛才才講的 說什麼 共產黨不適合聽的 你不然要說 他覺得就是 這些就是 共產黨很不適合聽的說話 如果讓你保持距離的話 就輪到中央就不放心 就覺得你總是想飛起他 總是想被綠帽去戴 曾幾何時 香港是真的和共產黨保持距離 但結果就被了走之中心 保持距離之後 他就是如芒士在背 就是好像 被人覺得 就是好像有人送帽 派帽給他 就是這樣 你不明白 獨裁者的編執 其實你做了這麼多年 你不是不知道嗎 曾俊華 但他這篇文 有幾個like 15個like 我經常說 扮睡的人 是不會醒的 他還是活在舊香港 他仍然要堅持 這個香港在舊香港 或者反過來 你要明白 除了一份長樑 更重要 一件事 他是幫香港很多企業 例如說 那些什麼 煲胎保險 是在做事 如果你 你叫他真的說親話 香港就不能夠了 他是在做夢 曾俊華真的在做 那他要做的就是 推銷這個夢想給你 是啊 我是在做夢 但我希望你和我一起 一起做這個夢 就是真心交 但如果他不真心的話 大家都認定香港不能做 怎麼辦 曾俊華仍然想做 他是在說的 現在就是這樣 我們來到這裡 差不多一小時 我們稍後回來 我還有很多話說 說一下 港大權鬥 港大權鬥 看到一些學生 其實我看到 現在也挺搞笑的 訪問一些學生 知不知道是什麼事 很多學生 接受訪問的時候 我就不知道我感受到還是怎樣 我感覺到 那些學生在偷笑 其實是 港大 完善了制度 都還在那裡 狗咬狗骨 沒有了學生會 沒有了編委 只在那裡狗咬狗骨 之前又說 要匿名調查 匿名調查好像 調查完了 還了張祥一個清白 現在又挑起新的紛爭 現在搞到李家超出來做和事佬 這些狗咬狗骨 我見到那些港大學生 今天接受NOW的訪問的時候 一方面 最好快點解決 我心裏 總是覺得他們有些心涼 好 我們大概是 英國時間五點半 給我們20分鐘 我們加少許國情 我們待會回來 好嗎 稍後回來